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主题乐园开始试运行的第一天 相信你最近呢也可能感受到了 不管是朋友圈里的凡尔赛 还是微博上的热搜 大家好像呢都在讨论 关于这个主题乐园的消息 那环球影城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关注呢 吸引人的主题乐园都有什么特点呢 那在几条商业科技登台之后 我们和你一起来了解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学期的变化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专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在这样的一个通知当中要求 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以在周五双休日 以及法定节假日 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 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 那除了对游戏企业的要求之外 教育部对学校也做出了新的要求 8月30号 教育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强调 落实学校承担的双减工作任务 新学期开学之后 全国中小学校要均衡变班 不得以任何的名义设置重点班 不得随意地增减课时改变难度 不得按照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 排座位贴标签 那除此之外呢 在校外的时间 学校也不得给家长布置 或者是变相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学生自己批改作业 你对这些要求当中的哪一条感觉会比较深刻呢 是关于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 还是说不得根据考试成绩分班排名等等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AI第一股 8月27号商汤科技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 根据之前的融资估值 商汤科技有可能会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大的IPO 根据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报告 以2020年软件相关收入计算 商汤科技呢 是中国最大的面向企业应用的计算机视觉软件供应商 它的市场份额占比呢 达到了14% 但是和众多的AI企业一样 哪怕是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龙头企业的商汤 它目前也依然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商汤科技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 随着商汤科技递交招股书 AI4小龙都已经启动了上市的进程 之前呢 伊图科技 云从科技和矿式科技 相继申报A股科创版上市 不过呢 伊图科技已经在今年的6月底 撤回了申请材料 云从科技呢 处于提交注册阶段 矿式科技已经回复科创版第二轮问询意见 下面来关注一下国外 持续不断的疫情之下 远程办公软件成为刚需 Zoom持续攀升的业绩 就是最好的证明 北京时间的8月31号 视频会议软件开发商Zoom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财报 当中显示Zoom首次实现了超过10亿美元的季度营收 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54% 净利润是3.1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71% Zoom的总营收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增长在于他们有了更多的客户 而且用户付的钱也更多了 根据财报显示Zoom现在拥有50多万个人员规模在10人以上的客户 那这个数字也是同比增长了36% 同时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有2000多个客户的营收贡献超过了10万美元 同比翻了一倍以上 这个业绩呢也超出了分析师和市场的预期 Zoom的股价在纳斯达克常规交易当中 也是上涨了接近两个点 不过呢由于三季度调整之后 美股收益的展望没有达到预期 导致他们盘后股价大幅下跌 接近10%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硅谷这个创新中心的一桩 关于创业公司的惊天巨案 这则案件呢是关于硅谷血液检测公司 Theranos的创始人 人称女版乔布斯的Elizabeth Holmes 伊丽莎白霍姆斯 每期时间的8月31号也就是这周二 圣和赛联邦法院开启了它的审判程序 先会在当天选择陪审团 几天之后开始开庭陈述 霍姆斯的名字可能你没有听说过 但是它的投资人你可能都有所耳闻 其中呢就包括传媒大亨 莫多克 爱国者队的老板 罗伯特克拉夫特 以及沃尔玛等等 而Theranos这家公司也因为有着 如此众多的明星投资人看好 估值一度高达90亿美元 但是在2015年 华尔街日报深度调查部的记者 John Carreiro 约翰·卡雷鲁 爆出了Theranos生产的血液检测机器 根本不具备他所宣称的技术和功能 因此欺骗了投资人 合作伙伴和病人们 伊丽莎白也和他的合作人 被认为涉嫌欺诈 2018年的6月 联邦检察官对伊丽莎白 做出了刑事指控 因为这起诈骗的曲折离奇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约翰·卡雷鲁 把这一则调查报道出版成为了一本书 叫做《坏血》 之后就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包括传奇影业 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 由饥饿游戏的女主角 詹妮弗伦斯来饰演伊丽莎白 HBO也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名字叫做The Inventor Out for Blood in Silicon 发明家 硅谷大放血 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审判 也将会带来更多的戏剧性 如果关于他的12项指控都成立的话 将会面临20年的监禁 但是根据彭博的报道 也有法律专家认为 伊丽莎白有无罪释放的可能 我们早咖啡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 与你持续关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 北京环球影城 今天是他们开启试运行的第一天 只有被邀请的客人才可以抢先体验 据说呢 这一次的内测票都被炒到了5000亿张 简直成为了现在的社交硬通货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家还没有正式开业的主题乐园 就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呢 我们马上和你来了解一下 就在前天 也就是8月30号 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 将会在这个月的20号 也就是中秋节期间正式开园 到时候和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一同对外开放的 还包括环球城市大道 以及两家度假酒店 根据去哪儿的数据显示 环球度假区公布开园日期 半个小时之内 他们平台上 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 一下子就超过了上周同期的11倍 要说主题乐园也并不少见 然而像这样受欢迎的 好像并不太多 根据前瞻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主题公园数量 现在已经超过了2000多个 虽然华侨城 方特和长龙 这几年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其他大多数的主题乐园 都处于亏损的状态 也只有10%实现了盈利 那么一家吸引人的主题乐园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在全球主题乐园当中 不管是年度游客人次 还是营收状况 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都是优秀的代表 他们不仅是各种 受欢迎主题乐园榜单当中的常客 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营收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玩家 而这两家主题乐园 吸引人的最大特点呢 就是造梦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他们到底有哪些造梦魔法 1955年 迪士尼在美国加州 兴建了世界上 第一个现代大型主题公园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迪士尼的粉丝就可以走进自己熟悉的电影 或者是动画场景 和喜欢的角色亲密接触 迪士尼通过IP加乐园的模式 在现实空间里 打造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实现梦想的童话世界 而迪士尼的品牌定位 就是梦想制造机 从米老鼠到星球大战 从迪士尼公主到漫威宇宙 也许你的每一个童话梦想 都会和迪士尼的作品有关 根据Title Max 2019年的统计显示 全球最赚钱的25大IP当中 有8个都是来自迪士尼 不管是自己打造还是购买 由于掌握了众多顶级的资源 迪士尼乐园几乎只使用自家的IP 这也让迪士尼可以不受过多限制的 来实现商业效益的最大化 如果说迪士尼的运营模式 类似苹果的iOS 有着完整的生态和服务闭环 那么即将在北京开业的环球影城就类似于安卓 IP生态开放 博彩仲长 他们不仅有环球影业自己的IP 也和各大影视公司进行合作 即将在北京开启的哈里波特项目 就是环球影城和华纳合作的典范 这部火遍全球的作品几乎拥有各个年龄段的粉丝 无数的人都向往能有机会走进其中的魔法世界去看看 于是华纳出版权 环球出场地和运营 共同打造了哈里波特园区 而正是这个IP让一度陷入困境的大阪环球影城 重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摇身一变 成为了日本最赚钱的主题公园 而在这之后 环球影城也加大了他们版权的争取力度 派拉蒙的变形金刚 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辛普森一家 人天堂的超级玛利奥等等 只要是有广泛人气的IP 环球都会不惜重金去争取 迪士尼和环球影城都非常擅长 用本土化来吸引游客 上海迪士尼虽然在总体建筑设计上 保留了欧式风格 但是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比如说米奇和其他卡通角色的传统中式服装 迪士尼小镇的石库门设计 还有呼应十二生肖的十二朋友园等等 而环球影城也在不同的园区 推出有本地化特色的IP 比如说大阪环球影城超级人天堂世界当中 有马利奥柯南等等 而北京环球影城也有一个功夫熊猫主题园区 加上中国古镇打造了一块功夫熊猫的盖世之地 另外为了能够持续的吸引国内的年轻人 今年早些时候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会在季节性的活动当中 引入腾讯游戏IP 也就意味着你未来可能会在环球影城看到 王者荣耀QQ飞车或者是欢乐斗地主这些游戏的身影吧 主题乐园的运营普遍存在一个二年级效应 也就是每个公园几乎都会在开业的第二年或者是之后 出现客流量的下滑 这是因为筹备期和开业的初期消费者的期待值最高 当游客体验过一次之后 主题公园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如果没有更多的项目吸引或者是营销刺激 消费者成为回头客的概率是很小的 为了能够持续的吸引游客 迪士尼打造了一个三三制模式 也就是每年淘汰三分之一的硬件设备 新建三分之一的新项目 那一般情况下呢 迪士尼或环球影城每新增一个游乐设施 就要投入三千万到一亿美元 而像哈利波特这种需要修建城堡 复客列车 还要营造出一个小世界的游乐园区 花费往往就会更高 当然巨大的成本也意味着 这些主题乐园的门票不会便宜 就在前天 北京环球影城也公布了他们的最终票价 和上海迪士尼价格差不多 他们的起步价呢是530 周末和节假日要六七百一张 虽然说价格不低 但是呢和国内主要景区的盈利模式不同 这些门票的收入只占这几个头部玩家 总营收的30% 另外呢还有分析预测 北京环球影城的客单价含门票在内 人均大约是1500块左右 那么除掉门票 大家的钱都会花在哪里呢 我们假设一下你是一个哈利波特迷 那这个中秋呢你就要去环球影城了 你就会发现啊 哈利波特园区里的魔法商店里 有着各种各样吸引你的物品 比如说魔法棒就有有魔法的和没魔法的 一共有几十种 要想集齐的话你就得花好几千 另外呢还有800多一件的魔法袍 200多一条的围巾 再加上更贵的魔法扫帚 如果说你想要变身成为一个哈利波特 那至少得花1000多块 再加上受欢迎的黄油啤酒和其他的小吃餐饮 1500的客单价的确也只是一个平均数 在不菲的票价和高昂的二次消费模式下 游客们的新鲜感过去之后还能走多远 这既和内容的更新频率相关 也考验着园区的运营能力 那说到这儿呢也想要问问你 你会因为哪部电影去主题乐园呢 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聊 另外呢就算你这个中秋不去环球影城 其实呢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比如说我和我的同事们 最近呢也都在忙着手写明信片 而且呢会在这张明信片里 附上给你的一些悄悄话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总是停不下来的时代 为你做一些更需要花心思 更需要花时间的事情 来好好的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给我们的默默支持 那希望收到我们明信片的听众 就可以在生动活泼的微博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查看9月1号的活动推文 来填写报名问卷 别忘了声呢是声音的声 我们会从参与活动的小伙伴当中 抽出一部分来送出我们的手写明信片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感激和祝福 好了那今天的早咖啡就是这样 我们周五早上再见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各大平台给我们五星或者是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声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